调因 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按推原始痛点 并用外内热源温知 如此处理 不仅可治已病 还可治未病 此论已适用于许多动物 实际上 不论其病是急性或慢性 是内科或外科 是易懂或难懂 是易治或难治 其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若无病症 可从一条脊椎 及七处部位 找出原始痛点按推 并用外内热源温知 以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那最后 这里我们慢性病也提 但是实际上 就是不论其病是急性或慢性 简单的讲 这一句就是把前面的 做一个怎么样 全部推翻 了解吗 我们虽然这样列 照着医学这样列 但是对我们而言 这些急慢性 是他们的分法 对我们而言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因为到最后 不管你急性慢性一样 内科外科也是一样 或是你讲的病名有多难懂 或是理论有多尖色 易懂或难懂 我们也不管 易治或难治 你说癌肿瘤是绝症 不能治的 我们也不要管 他说难治的 我们也治 他说易治的 我们也治 反正我们大小通知 我们不管你怎么说 我们也不会被你的观念 怎么样 框住 这里就是要把上面 大家一般的习惯 我问 为什么急性病会早息 因为大家有一个概念 已经被洗脑 那洗脑 好 我也顺着这样帮你们列 到了这一句就是直接怎么样 全部所有的列都怎么样 直接打破了 其实对我而言 这个有没有意义 急慢性有没有意义 没有 所以我又把急慢性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 不能绝对不能肉 所以我就是反复思维 这句再把前面的怎么样 完全否定一次 然后再把你容易 你容易迷惑的 对这些病好像很难治 癌症怎么治 这好像也很难懂 因为对癌的理论 西医又有很多理论 对不对 难懂易懂 易治难治 这都没关系 我们也一样都打破 不管你以前脑袋被洗得多干净 现在有了原始点 你应该怎么样 不要再刮癌了 这些都放下 因为我们的方法已经很简单 所有的疾病 只归到一个怎么样 体伤跟热能不足 很难啊 你要把所有的医学 这样你们从污泥中走出来之后 然后一生没有沾染泥巴 难不难 有点难 所以生性太难了 你在遇到各种西医的讲法 你能不能 你沾都不沾 我还是照我的 然后我走我的路 因为这些我都打破之后 我处理还是一样 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好 那我们说 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我们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外念热原温之 如此治疗 不仅可以治疑病 还可以达到怎么样 智慧病 等于你有病的我也治 没病的你也可以来找我 任何人只要对身体有疑惑的 不管你有没有病 原始点通通接受 是这样无私的 然后大开方便之门 那我们真的有人力这样做 好 那我们具体的怎么来做 第一个没有病症 就是我们没有病 没有病的来找我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一条脊椎七处按按看 有没有痛点 如果有 你就可以说 你未来准备哪里准备生病了 因已中下 只是在等炎的成熟 那因炎俱足 你果报就会现前 那我先把你的痛点找出来 我按出来之后 我还是帮你温敷 给你喝姜汤 把你体质调整 因改变了 二言再来 没有因只有二言 会不会产生果 不会 因为单一的因或单一的言 都不会产生果 果会产生一定要怎么样 因缘俱足 果报才会现前 这是真理 因为我们一路在谈因缘果 这个前面 我相信你们已经听了很多 我就不再多引述 所以很显然的 这个因我们把它去掉 它的病 即便有二言 譬如劳累或是什么 它没有体伤 没有这些 因已经都去掉 它不会有病症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好 那这样就可以怎么样 达到自慰病的目的 那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自慰病 现在医学 还在倡导很多理论 在讲预防医学 我告诉你 没有这种方法 达得到吗 还没有病 你就有办法先诊断出来 就可以积极治疗 他们没有办法 没有病他们找出来 你什么都正常 不用治了 他们所谓的正常 是指数异常的 这些种种的表现 跟体伤又没有关系 那真正会生病的 就是体伤才会啊 那他们又没有 所以他们达不到自慰病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几乎说 现有的医学 讲的画的一幅美好的画 但是这个境界是 他们没有路走到 到那个境界去 只能观赏而已 只能引起你们的幻想而已 但很难达到 原始点确实是可以达到 那这个是 如果有病症是可以 那如果有病症呢 好 若有病症 可从病症部位 找出相对应 之原始痛点按推 若有改善 仍需配合外内热源温脂 以达到解除他处体伤 所致病症的目的 若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则此病症属本处体伤所致 有病症 那最简单 我们找出病症的相对的 相对的原始痛点位置 来把它处理 相对部位 那按推原始痛点 会不会有效 会 也不一定 如果有效的叫做怎么样 本处体伤 好 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好 那我们还是 第一个要知道他处或本处 必须还是要找出怎么样 按推原始痛点 就是相对应的部位来处理 因为这个已经涵盖治疗与诊断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出他处跟本处 那所有的疾病不是他处就是本处 还有哪一处 除患处以外 以外的叫做他处 那患处也治疗 他处也治疗 还有身体哪一处没治疗 简单的讲 就已经没有一处不治疗的 简单的讲 所以这样来看 好 我们这里已经分出他处本处 就是他处跟本处已经准备怎么样 所有的病 我们都已经有这种企图心怎么样 把它全部治疗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好 若有改善 那很显然 这是属于什么 他处 好 那若有改善还要不要内外热源 要 因为我们是整体的嘛 那按了有效他处他处体伤 当然以按推为主 但还是要不能忽略内外热源 要以外内热源为什么 为辅 这个我们都已经在边因讲过 所以我们还是要配合 那这样的配合可以达到怎么样 解除他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能不能写 以达到解除本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能不能这样写 不能 因为怎么样 他前面有讲 他是按推怎么样 原始痛点 有没有效 有效 所以这有效的病症很显然 已经指指是什么 他处体伤 好 那又有 这个可以达到他处 他处是病症里面居多处的 本处反而比较少 那万一呢 万一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则此病症则属什么 本处体伤 那也就是他是我们解决的 然后未病我们也解决了 那接下来当然就要谈什么 本处体伤 我们怎么来解决 内热源包括姜片姜粉姜汤 生片 生粉 生汤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喱等 它们不仅可应用在温热性饮食 其中姜汤还可用于灌肠 洗眼 清鼻等 那内热源因为以前就只有一个 温热姜汤温热性中药 就这样带过 那个是不对的 一定要细说 我们内热源有什么 可以应用到内热源来 那这一系列的姜片姜粉姜汤 这个我就不用念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内热源可以应用 那可以应用在哪里呢 这一些材料可以应用到温热性饮食 而且最为广泛的就是姜汤 姜汤你看可以 比如说眼睛干涩什么 你也可以用淡姜汤来清洗 那皮肤烫伤可不可以用淡姜汤 可以啊也可以用姜汤来清洗 皮肤烫伤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竟然它还可以用到什么灌肠 那这个是原始点的最特别 因为灌肠它们只是一个方式 处理的一个方式 但有了淡姜汤就整个改观了 就像你擦拭的一些皮肤病 你可以擦拭一些西药 但全部含量 但能不能好我都很质疑 你看牛皮咸还有30年的 还有日本的牛皮咸89年的 这些都是医学界做不出来 因为他们擦了太多药 但我们也是擦 我们擦的是什么温热的姜汤的 甚至姜粉泥种种 好 那我们再来看外热源 外热源包括太阳光 温灸 温敷带 电热毯 电热气 电热吹风机 远红外线 暖贴 姜粉 姜粉泥 鲜姜泥 温姜汤 温姜汁 鲜姜榨汁 江温等 好 那外热源这一切我们就不再说 因为我发现因为今天来的 大家都是在临床上一直在应用的 所以这一系列我相信你们都用过 而且得到很好的效果 包括很多重病做不出来 外面我们说的牛皮咸 肝咸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皮肤病 甚至肋风湿性关节炎 很多到外治法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擅长 而且我们现在用的取得的一些案例 都是很多一学界做不出来 那外热源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这个我相信你们都常常在用 我就不多说 那这个是失识的 这家里是有机器的 在中国人类的 有机器的 但是我们在一起 有机器的 这些股票上有的 有机器的 是有机器的